大家好 我是做小伟 相信大家平时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经常就会碰到一些人 他们在玩段子 说什么 82年的拉菲 82年的可乐 82年的雪碧 82年的国立城 82年的农夫三卷 82年的迪迪威 什么玩的 都是82年的 这些呢 我都没有找到 但是呢 我找到那款四五年的可口可乐 这可比82年的可乐带劲多了吧 这瓶可乐它可比我大得多呀 我今年才八岁 人家那四五年惨得到现在 我天 七十多年过去了 可以说是古董级别的可乐了 相比之下呢 我就太论了呀 这瓶的三百块钱 关键还他喵的不包邮 想当年的这瓶呢 也就五美分 现在七十多年过去了 他的身价呢 弄是翻了九百倍之巨 单车便宝马也不过如此啊 生殖空间特别巨大 这要是再放个几十年 他喵的得卖到四位数去了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去卖家介绍 这款是当年美军的二战时期的 专用可乐 那个时候啊 老美打仗他们都有可乐喝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他们的条件 到底是有多好啊 吐好啊 那能不吐好吗 两边卖军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身上面啊 充满了被岁月蹂躏的痕迹啊 上面呢有很多的斑点磨痕 看起来呢也非常的脏 但是整体呢 也不算是很古老的样子啊 特别是这个瓶盖 放了七十多年了 上面的字呢 居然还是这么的清晰可见 没有秀的很厉害 里面的快乐水呢 看起来好像也是能喝的样子 要不我们就尝那么一小口 来都来了 不整点吗 我不整你们答应吗 肯定也不答应啊 我不整的话 这期视频还做个球啊 卧槽咧 这里面还有气 我刚才打开的瞬间 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 里面有一点点气 太不可思议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瓶盖里面啊 哇天特别的脏 这真的能喝吗 闻起来呢 没有太大的意味 还是那个可乐那种清香味 我怎么这么不想喝呢 没事 搞起来 没倒完啊 剩一点 年年有余啊 嗯 啊 来来来 第一口呢 粉丝先喝 嗯 好吧 看来呢 只得我自己独自享受了 还是有点不太敢喝 就希望各位老铁能给我点个赞 帮我装装胆呀 好嘞给干了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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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喵的到底喝不喝 别跑 喝 我喝 地上太凉了 我要起来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哈 喝起来呢 甜丝丝的 还有点碳酸 那个酸味 嗯 真不错 就跟我上个月喝的那种没气的可乐 一毛一样 我天你敢信吗 放了七十多年啊 断然如新 出乎意料的好喝 就是有点没味儿 可能跟他这个盖子有关系 他这个盖子上面有一点木头的成分 就跟那个红酒的木塞子一样 这个木头肯定是坏了 导致它里面这个味道被释放出来了 除了没气 喝起来呢 就跟这个二零年产的一毛一样啊 这个味儿 不会真的有人以为 这放了七十多年的可乐 他还能喝吧 如果说这瓶可乐 他真的放了七十多年 甭说喝了 里面的水骨就都抹了 就算有水 他可能他也变色了 不得不说啊 这商家他也是个小机灵鬼啊 坑的一批啊 商品介绍几百个字 中间呢 就只提了俩非常重要的字 回水 意思就是里面的可乐呀 是后来灌装的 后来灌装的 后来灌装的 我要是不仔细看啊 就差点被忽悠过去了 不 不对 我已经被忽悠过去了 要不然也不会买啊 我大意了 可乐是假可乐 至于这个瓶子嘛 听卖家讲啊 是从太平洋深海打捞上来的 包括这个盖 都是原装的 具体这个瓶子到底是真是假呢 谁又说的清楚呢 反正以现在的造假工艺啊 什么假的东西造不出来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又想啊 像这种东西它又不太好卖 全球销量 一年又能卖几个呀 至于造假嘛 哪有这么多傻子买啊 也不能说人家是傻子嘛 瑞 也不是这个 有些人嘛 就是喜欢收藏这种东西嘛 就我就认识一个小伙伴 他就喜欢收藏这种东西 满贵子的都是那种可乐瓶子 非常多 我要不要转手卖给他 如果他这个瓶子是真的 那还好啊 好歹还算是有点价值 但是万一他是假瓶配假水 那我今天可就太雪窥老国王了吧 哈喽大理好 我是雪窥老国王 今天呢 又是雪窥的一天 虽然他这个可乐呢 是后来灌装的 但是也确实喝不成啊 他真的是有异味啊 这个瓶子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好好写啊 反正 还是到了吧 生命成可贵 不要乱多死啊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呢 都健健康康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那可以给我点个赞啊 感谢大家吃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